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AWK的一些内部变量 这个当然可以通过慢AWK获得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慢AWK 当然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使的AWK实际上是GAWK吧 这是它的选项 选项-F啊-大F是吧 是不是选项 它的全称叫做自断分割服 对不对 还有呢 这是它的选项 另外除了选项以外往下走 各位能看到的是它的变量 这是AWK的执行 哇这个担心太多了 看到了吗这里是它的什么 这些变量吧 记录和和那个字段 这是它的一些内置变量 什么ARGC或者ARGV 还有我们呢 稍后会看到的FS这些变量 还有FNR这些变量 看到吗 这些变量都可以从这里面去获得NFNR变量 好 这些变量它有什么用 看一下 我们比较常见的几个变量 $0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保存的是整条记录是吧 是不是整条记录 那么实际上这边 AWKF毛号打印$0 有没有指定这个分割符都无所谓 用不用指定是不是都无所谓 嗯 结果是一样的 是不是结果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 习惯的还是给这个分割符加上一个双引号啊 然后做什么事呢 打印一下 $0 这是每一行 那 这个没问题 $0指的是整行记录 而NR呢 NR和FNR有什么区别 各位看一下 NR和FNR有什么区别 我在前面显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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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这个变量 看到吗 明白 这个变量我们看看打印的是什么 好号吧 那FNR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出区别了吗 多了空格吗 没有 那NR和FNR NR叫做 叫什么NR叫什么呀 NR叫什么你看 是不是一个输入的记录的一个什么 总的一个记录的编号啊 RFNR呢 哇塞天 这这这这 这这么显示有点多吧 向上找 在上面看 当前输入文件的记录编号 什么东西 看 一个是total number 一个是当前输入文件 如果说你你你这么看是看不出来的 看 但如果你这么看 你再加一个文件就知道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后一二三 注意到了吗 那如果你使用那个NR呢 它是一个总的 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三 没有吗 因为AWK它不是处理一个文件 可以处理多个文件 而NR它是一个total number 也是总的一个记录的一个number 而这个叫FNR呢 是当前输入文件的number 我将重要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做了这样一个记录 看到吗 当前输入文件 这个是总的number 你要是使一个文件 当然没有任何区别 一个文件绝对看不出来 好吧 这些两个文件 或者多个文件才能看得出来 明白吗各位 好 然后紧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变量叫NF变量 NF呢 这个变量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mine来得到 NF 对吧 这里叫什么 当前输入的记录的一个字段的number 就是一共有多少个字段 就是这行一共有多少个字段 没有吗 那么所以我们打印一下 我们打印一下 在哪里打印都没关系 这只是变量而已 我们打印到后面行吗 叫 叫什么 NF吧 好 大家看到这行是不是七个字段 七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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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为什么指一个字段 为什么有三个呢 对 因为是帽号分割的 帽号分割的吧 你使用不同的分割 那它就不一样 明白了吗 好 那考你们一下 NF和Dollar NF有什么区别 NF是不是指的是有多少个字段 七个 那Dollar NF是不是Dollar7啊 所以相当于Dollar NF它就指的是最后一个字段 就无论怎么样 Dollar NF一定是这一行的什么 最后字段 你看每一行不一样 每一行的字段数不一样 但是Dollar NF呢一定是最后一个字段 看到吗 好 我再问你再说一遍 NF是不是指的是字段的数字啊 而我们很清楚Dollar 7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第七个字段 Dollar 3指的是 是不是第三个字段 因此Dollar加NF 这个变量 就是指定的是最后一个字段 看到了吗 这些都是我们AWK的内部变量 好不好 无论是NR还是NF 还是Dollar DollarNF实际上不是 DollarNF是我们 我们利用了一下NF是吧 NF本身是什么 字段数 那我们加一个Dollar呢 那其实就是最后一个字段数 这能理解吗 好 这是它内部变量 然后还有什么呢 Fs 怎么见过吗 Fs是不是输入字段分割符啊 默认是什么 空格 好 好 来看一下 这条指令 当然我Fs有问题 然后我这边呢就不去给大家使用那个 使用password了好吧 这怎么回事 就是没有edits吧 就是没有edits吧 那应该有root吧 好 root 打印第几列和第几列 第一列和第三列 Dollar1 第一个字段 诶 这边使了个多号 多号表示使的哪个变量 ofs 而ofs 默认情况下是什么 那要是不使多号 就直接像这样当当当当当 你觉得有空格吗 进行edits 看到吗 因为你没有定义 当中没有打印的任何东西 没有吗 所以这里的空格在这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好 那请告诉我 下面这个又怎么解释 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输入的有问题 好 这里你看 我们把这个分割符好像做了一个改动是吧 这个分割符不再是传统的那个 m号 这个我们使用了一个叫 复值 这个复值的时候啊 可以使用也号 也可以使用那个 我们使用空格 m号 table 就是见到什么 见到空格也分 见到什么 m号也分 见到table 也分 是这样的吗 准备看到效果是吧 嗯 那是因为 我们这个文件没有那种场景是吧 我们来一个c.tst 重新来来哪个内容吧 112233table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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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那如果你要分一共几个字段告诉我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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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空格分呢 这边几个空格 四个 三个空格 这个其实不是 这个地方是算是一个空格 table 和它一起的 默认就是空格和table 好 来 你看到原文件 看到原文件啊 c.tst 然后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做 AWK 如果按照 按照 按照 猫号分割 按照 按照 猫号分割 按什么键出来的 这是 打印 Dollar Dolla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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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 哪一店 一起来看 Dollar3 666 没错 那如果按照 空格分呢 也就是不加呢 打印Dollar3 应该是第几年 应该是哪个数字 33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也可以怎么分 我们可以按照 猫号 那个 空格 猫号 甚至table分 打印Dollar3 是不是就是 对按照 空格分肯定是33 那么按照猫号分 我们打印Dollar5 试试 好吧 Dollar5 Dollar5 是不是55 为什么Dollar5 是55 因为分 是空格 分 是空格 又分 是猫号 也分 看到吗 所以有时候可以指定多个 这个分格符 接了啥就分吧 明白 OK 然后我们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在哪定义 在那个begin的地方定义 这个输入字段分格符 那么输入字段分格符呢 我们默认情况下使的是Dollar 对吧 Dollar的话表示用的是哪个 Dollar的话表示用的是不是那个 默认就是空格键 空格 好 那这个默认不用说了 肯定大家都会 然后紧接着呢 这个叫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指定的输出字段分格符为++++ 那这样 我们后面依然使的是Dollar 但是Dollar它始终会映射到变量ofs 而ofs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加加 所以结果是加加加 这个刚刚我们试过吧 不再演示了啊 好最后两个非常牛叉的东西 各位 这里叫这个叫fs 叫ofs 这叫字段分格符 这叫什么 记录分格符 这不是一回事 这叫字段 这叫记录 什么叫记录 就是一行 是不是 那记录是按什么分的 各位 这个要区别一下 区别一下什么 字段分格符 默认是哪个 fs和ofs吧 是不是字段分格符 而我们在什么 记录分格符 这个是什么 rs和ors o指的就是那个输出的意思吗 r表示记录嘛 对不对 这个要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有什么区别啊 有啊 这个字段分格符 什么要字段 就是一行 一行当中的什么 多个字段吧 那它下什么分的 默认 对默认 对默认为 默认为 默认为空格 或什么 或table 也就是制表符 我们叫啊 制表符 table件 制表符 当然你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制表符 对吧 没学过excel 我没学过这些东西 那么算了 那就是table吧 然后这个是按什么 默认为什么 哎 换怎么打的 我怎么会写呢 突然忘了换 嗯 天呐一个简单字不会写了 那么 季度分格符 是不是 就是回车呀 你们说的换换符啊 明白 好 请大家注意看 那么 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我把 IOS和那个ORS默认是什么 默认是那个叫叫叫叫叫 默认是空格 默认是不是换行啊 那如果我们这么写会造成什么结果 password 这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RS是什么分格符 记录分格符是吧 好 这个输入没有没有问题 输入没有问题 人家本身就有换行 你说按照空格分 也没有空格啊 这个 这个行里这里面是不是也没有空格 那如果我把这个文件给他稍微改动一下 好吧 我在这加一些空格 空格 加一些空格 好吧 你看一下 也没问题 没有什么 在这没有下空格 对 不是这个效果呀 我们看到输入资段分格符没有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是吧 输入资段分格符 它默认就是 我们告诉他这个输入啊 确实没有什么影响 但输出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输出啊 输出叫叫什么 OFS OFS 确实有影响吧 我把这个文件先 先回到 本位啊 不是没有影响 都会有影响的 你看 是不是到一行上来了 把N行合并成 一行 N行合并成一行 也就是说 输出的时候的分格符是什么 是空格 不根本就不是回车 所以他你看 一行后面加了一个 空格 空格 没有加所有回车 明白吗 那要是想纯粹连着呢 去了他就行 这时候纯连着了现在 纯粹连着了 对不对 这是输出的一个分格符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 多行合并成什么 一行 然后我们重新向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到一个password1里面去 OK 好现在这个password1 就是很帅气的一个 一个什么结果 刚刚这个结果能看懂吗 为什么是这样的效果 因为他输出的时候本身是 那个一条记录 就给他来一个回车 一条记录是不是来个回车 但是现在一条记录啥也不来 就纯粹是 挨着的 明白吗 就纯粹挨着的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所有的都到了一个 当然这当中你要间隔一个什么东西 你随便弄 你只要在这 定义一下分格符是不是就可以了 本身是输出的时候 一条记录一个回车 一条记录一个回车 但现在啥味都没有 嗯 那输入的时候呢 看这里 我们用到的是 RS 我们现在如果不定义的话 不定义这个RS的话 输入的话 打印$0 password1 各位 为什么是一行啊 它就是一行啊 它是按照换行来输入的呀 它现在是不是按照换行来输入的 嗯 所以人家这个整个文件 整个内 是不是就一个换行 那你没有吗 它是按照换行来输入的 所以他认为$0 就指的是一条记录 他认为一处理就是整个一行 没有吗 那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呢 BGN 然后是 RS 我说你不要 你不要说只是 换行才什么 才来做一条记录 我们说你你你稍微什么 你把那个叫什么做一条记录 猫号太多了点吧 猫太多了点我说了 没有空格啊 哎呦刚才应该整个空格啊 好吧 我们我们稍微整一下 我们说按照什么来分割 按照 按照对bash来分割一下 也没有几个bash 也就是说你可以很清楚的来指定输入字段分割 你要是不你要是没有改变RS 明白吗 人家是见到回车才算是 说哦这就是一条记录 看到吗 好 其实他我这个文件可以这样给大家造一下这个文件啊 C.tst 各位这里有几个空格 三个啊 好 那如果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说他首先是输入一行 是吧 那有几行 就一行 因为人家的输入字段 人家说我见到 见到什么 回车我就算是一条 那现在我说别 你应该 你应该 建造什么 你这个叫RS是吧 你应该建造那个空格就一条 看到了吗各位 你建造空格就分一下 建造空格就分一下 所以我们利用这种方法 可以把一行 拆成什么 多行 也可以把什么 多行 合并成一行 能听懂吗各位 你想把一行拆成多行 你重新分呢 是不是重新按照什么符号分就可以了 输入的时候你按照什么分是不是可以了 你想把那个一行 多行拆 多行合并成一行呢 你输出的时候 你别给打回车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给打点 打点空格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 你能听懂吗 好 这就是RS和这个叫ORS的一个区别 这两个非常有用 一定要记住 FS和OFS是干嘛的 是干嘛的 是字段分割 这个叫什么 记录分割 记录分割 默认是换行 对我下面有个实验 抱歉我没看见这个实验 Label 看这个实验 这怎么解读 这有个什么 空格啊 你看这个输出的时候按照什么 按照什么那个来 空格吧 那这个是不是将多行 本来人家一条记录后面应该 输出的时候应该打个什么 打个回车 但是我们也给人打了个什么 就是这句话 OFS 是ORS吧 默认 默认这个输出 输出一条什么 记录 应该加什么呢 应该 回车 我们现在 不加回车 给了一个 加了一个什么 空格 这话俗一点 但是呢我觉得能理解 本身 OFS 人家是输一条记录的时候 给个回车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会是 还是好多行 但我们结果给了个空格 那变成了一行 明白 将多个文 将文件每一行 合并成一行 是不是 然后这个呢 将什么呢 你看这里 我们 这个这个能看懂吗 这个是将那个 拿出来 拿出来一行 这个里面是不是他做了一 我们想要 冒号拆成七段 怎么拆 一起来啊 AWK 是输出吧 OFS吧 ORS吧 等于什么 对冒号分割 最后 打印一下 到那儿0 就整个记录 对 password 1 这个文件 怎么不对 不打错 不打错了 哎 哎 我签了 7 $0 0 0 这什么呀 OS输出是吧 应该是RS 然后定义为 毛 看到吗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就念啥了 就是把那个 按照 本来是按照回车 那个来 分割 分割 结果按照帽 分割 好 这个整个实验 你们看一下 能不能看懂 好的 你要是不想让最后 那个空行怎么办 嗯 把它干掉 缸V 空行干掉 是不是可以了 好 这段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 AWK的什么 内部变量 这块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经常会用这些变量 一个是字段操作的 一个是什么 记录操作的 留下 第二个人 原谅 在大陆 我们就进了 和外面